你剛剛講到一個就是說 觀念可以討論 他有扣到柯文哲的 USB 手機錄音 USB 我跟你講 USB和手機 這個觀念很錯誤 為什麼 我2014年帶一團 去美國訪問 在美國律師公會跟他們開會 那時候剛好美國最高法院 做了一個判決 判什麼 就是說警察去搜索到 這個被告的手機的時候 警察能不能去看他的手機 美國最高法院2014的共 你雖然搜索他 你搜索到他的手機 你是不能看他的手機 今天柯文哲 9月8月30號被抓了之後 扣他的手機或USB 檢查官憑什麼看人家的 即使你搜索的 你也沒有權利去看人家的手機內容 這個是美國最高法院 在2014就判決下來的 這個跟前提不一樣 隨便看人家的手機 你搜到USB你就才看 沒有這個跟前提不一樣 沒有這個證實是很危險的 好來來 就是這個不能這樣講 先讓我講 因為這些剛剛文龍律師提到的 有一些東西 譬如說這個雙重 就是上述禁止 檢查官上述禁止 這個是一個很 我自己很認同的一個觀念 不過那是在案件審理判決的問題 那是對被告利益的考量 抗告也是一樣 那再來的話 審判不能做什麼 那你抗告可以嗎 剛剛提到不管是搜索 到底可不可以看 那是因為我們這件不是檢察官 他自己做的搜索 或者是因為同意搜索 這是法院核定的搜索票的搜索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 剛剛說的不管是積壓的決定也好 搜索的決定也好 全部都是法官做的決定 它不是檢察官法務部做的決定 所以法院 我想在台灣這幾年下來 我們應該已經很少在認為說 法院還是一個譬如說 由政府或者是去指揮 不然的話也不會出現 第一個法官裁定是吳寶請回 他們法院法官有不同意見 但是我們尊重法官的一個 獨立性的情況底下 他們這些都是他們做出來的決定 並不是檢察官 所以不是檢察官說 我想壓他我就壓他 沒有啊 最後決定的人是法院 我覺得鄭律師提到 當然很多美國的部分 當然至於說 為什麼我們在討論美國的法院 我覺得是有點問號 因為畢竟這個 每個法院的體制不太 但是我要說的是 我們不要用很落伍的觀念 要討論事情 美國的司法才是西方國家當中 大家覺得很有問題的地方 這我相信政律師非常清楚 說到柯文哲的金流呢 完整的裁定書是怎麼說的 法官從手機對話截圖發現 柯文哲對自己掌握的帳戶金流 掌控支配得巨細迷疑 險其精明幹練 不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牽絆任何違法意見 鄭律師 這個陳佩律 我覺得那時候開始就在寫臉書 我去討論 你們在做市長 你們不要去討論這個 你有沒有說 我討論一次就不理我了 我說這叫三百欠 三百欠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覺得你很厲害 其實你很笨 說這個都沒效 尤其是你 你家的人在做政治人物 比較疼的 我說實在是 人家覺得你在干預 你的開捨也沒有用 後宮干證 對啦 柯文哲我昨天被收押金 我看到很多人很高興 但是我要提醒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柯文哲 犯了一個大忌就是說 神經驚是什麼東西 你怎麼會跟這個人在一起 這個我也看不懂 牛鬼蛇神 對 我覺得就是牛鬼蛇神 你怎麼會跟他在一起 這個我是沒辦法理解 但是我跟他檢察官去擠壓被告 這個事情是絕對是錯的 為什麼 我看大家這兩天 我都看你們說了 說我很開心 但是我要提醒 我們在庭來賓七個人 有死的都是無情地 你們自己要小心 你們自己要小心 檢察官 檢察官 要不要棄手 要不要被判罪 就是要打 而且基地壓經驗 這個是比服刑還嚴重 這個其實是一個大忌 但是他有不明金流 他又滅政 這個情形 從老蔣時代 戒嚴 專制時代 就是這樣搞 民進黨到現在執政了 還讓檢察官用這個手法 你怎麼洗你 不是啦 我們是改善 我非常反對這樣 為什麼 到底柯文哲有沒有犯罪 說實在 你八月三十號 你把人拘捕 好 你三十一號 凌晨兩點都在問人 全世界沒有人在問被告的 這都什麼 這就是夜間新聞 這是很大忌 你在淋涅疲勞訓問 你又被逮捕 你看他跟我們九月一號 在問要不要壓 用四六八點鐘 誰有這個能力去應付你 當然所以那個法官 把他裁定放回 我是覺得正確 各位把他這個發回 我覺得這個都不對 在美國的憲法 我想趙議員 我想你對美國比較了解 美國憲法就有一個規定 我看節目很少有律師 講到這個觀念 這個律師要有這個概念 叫做雙床危險的禁止 就是說在美國如果檢察官起訴一個被告 他是用國家所有的力量對付一個被告 你再厲害的被告對照國家機器 你都最弱的 所以今天可以選擇一次 你如果沒做檢察官是不能跟上訴 我們台灣要擠壓被告可以失敗一次 再二次 再三次 覆蓋給你壓才可以 這風險是誰 風險都是八千的 這個今天案子不是只有柯文哲 鄭文燦也賞款 所以鄭文燦在520之前 你是台灣第二號人物 他都會受到這種大意 何況各個背省 所以大家不可以我們要求 我的意思是要小心 我們也不應該讓這個檢察官無限制上訴 你已經法官審了一次了 你要審幾次 而且這個對被告跟法官跟檢察官也很不公平 為什麼 好啦 柯文哲有罪還是沒罪 你就去收集證據 結果你看短短在9月1號 2號 3號 你就要決定他有沒有犯罪 或是犯罪重大嫌疑 這個起訴一個案件是要好幾個月 甚至要辯論審判 是透過一兩年的事情 你都把法官 檢察官 律師 壓縮在一兩天就要決定 這個審判品質會好嗎 我看很多法律人都沒有這個觀念在講 我是覺得很危險 台灣的法律人很危險 我想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確實是這樣 檢方當然要非常謹慎處理這個案子 白色現在已經定位成他是政治辦案 所以你檢方的所作所為 任何大大小的動作 一定會被放大檢視 這我覺得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你說 至於說檢方小心 就不應該做成這個所謂的積壓 我認為也不至於 為什麼 舉個例子美國 美國這叫pre trial detainment 對不對 現在美國光這一刻 三億多的人口四十萬人現在正在進行羈押 所以這個是美國行政多年的事情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呢 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個你還是構成社會有危險 第二個你可能有滅政之余 甚至於逃亡之余 社會危險是要暴力犯罪 那我說還有其他的嗎 包括有滅政之余 包括有逃亡之余 甚至於你保新料罷付出來的話 你也是一樣 我覺得這個觀念是錯的 沒有但我們可以討論這個 你剛剛講到一個就是說 觀念可以討論 他有扣到柯文哲的 USB 手機錄音USB 我告訴你 USB和手機 這個觀念很錯誤 為什麼 我2014年帶一團去美國訪問 在美國律師公會跟他們開會 那時候剛好美國最高法院做了一個判決 判什麼 就是說警察去搜索到這個被告的手機的時候 警察能不能去看他的手機 在2014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那團還有黃帝營 還有你們兒子 蔡依依那時候要不當理會也去 美國最高法院2014就說了 你雖然搜索他 他已經搜索到他的手機 你是不能看他的手機 今天柯文哲9月8月30號被抓了之後 去扣他的手機或USB 檢察官憑什麼看人家的 即使你搜索的 你也沒有權利去看人家的手機內容 這個是美國最高法院 在2014就判決下來的 這個跟前提不一樣 隨便看人家的手機 你搜到SB你就會看 所以台灣的法律 沒有這個證實是很危險的 好 來 就是這個不能這樣講 先讓我講 因為這些剛剛文龍律師提到的 有一些東西 譬如說這個雙重 就是上述禁止 檢察官上述禁止 這個是一個我自己很認同的 一個觀念 不過那是在案件審理判決的問題 那是對被告利益的考量 抗告也是一樣 他審判不能搜索 那你看到可以嗎 剛剛提到不管是搜索 到底可不可以看 那是因為我們這件不是檢察官 他自己做的搜索 或者是因為同意搜索 這是法院核定的搜索票的搜索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 剛剛說的不管是擠壓的決定也好 搜索的決定也好 全部都是法官做的決定 他不是檢察官法務部做的決定 所以法院我想在台灣這幾年下來 我們應該已經很少在認為說 法院還是一個譬如說 政府或者是去指揮 不然的話也不會出現第一個 這個法官裁定是無保請回 他們法院法官有不同意見 但是我們尊重法官的一個 獨立性的情況底下 他們這些都是他們做出來的決定 並不是檢察官 所以不是檢察官說我想押他我就押他 沒有啊 最後決定的人是法院 法院在我們的司法體制裡面 他是一個獨立出來的一個系統 但是我們現在討論的 已經是行而上 就是 走去旁邊 這已經是回到法學理論的基礎的問題 但是回到台灣 現在我們可以嗎 不是阿冠 你說 你剛才這個判我書 他有講到說 他是不是主任 他有勾串 你還在 犯重罪 滅證或勾串共犯 不論被告因為犯重罪 而有滅證及勾串共犯或證人之意 他到底是哪裡滅證 他手機刪掉他的對話內容 我剛剛就講到 你能不能看人家的手機 這個美國最後好像是認為不可能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是適用於台灣的法律 那台灣的法律怎麼可以 你聽我講 各國的法律都會有不一樣的限制 跟不一樣的體制 勾串共犯跟證人勾串 那他勾串了誰 所以這只是一個可能性 我跟你說 我還特地去打個電話 去請教兩個美國律師 有個做了40年做了檢察官 當然台灣現在的101是有勾串可能 這個是有 這是很落伍的法律 為什麼 在美國不能因為勾串共犯 還是證人就去羈押被告 美國沒有這個規定 為什麼 美國的刑法原理很清楚跟我們一樣 被告本來就是會說謊 會勾串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所以甚至美國的律師跟律師之間 像陳律師我們還可以訂一個辯護協議 但是台灣的律師界是沒有這個觀念的 所以這個很危險 為什麼 你看隨便就說你是不是會勾串之隱 那我也沒有勾串 沒有 你就會用這個理由講 好 這個是很危險的 我覺得這已經牽涉到修法的問題了 對 如果這樣的法律 這個觀念是很落伍的 如果這樣的法是落伍的 那我們就去修法 但是在今天此時此刻 台灣的法律仍然是容許的 我覺得鄭律師提到當然很多美國的部分 當然至於說為什麼我們在討論美國的法律 我覺得是有點問號 因為畢竟這個每個法律的體制不太 但是我要說的是 我們不要用很落伍的觀念 要討論是什麼 美國的司法才是西方國家當中 大家覺得很有問題一個地方 這我相信鄭律師也非常清楚 但是不可否認美國的大法官 確實曾經對於搜索這個手機的部分 有做過認定 當時是一致性9比0的大法官的決定 對不對 就是說只有搜索票才能去看手機 但是這個關鍵是你有搜索票 確實可以去查手機的內容 這是美國大法官做出的決定 但是我要講的一件事情是這樣 為什麼這個案子會研發到今天 大家會討論到這個部分 因為確實柯文哲在一再一再的顯示說 第一個他構成犯罪的要件 理論上是達到 所以才今天有收押的狀況 第一個部分提到說圖利的部分 因為今天不是討論貪污 你要討論貪污 那是完全另外一個討論對話 但討論到圖利的部分 你第一個圖利的結果已經達成了 因為私人的集團或財團 因為不法的狀況得到一些獲利 所以這個要件達到 第二個要件 就是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 這就是第一個 我覺得家庭跟第二次家庭的 常常關鍵的差異 第一個家庭認為說柯文哲理論上 不知道 而且知道的構成不足 第二個認為說看到這些證據 確實是蠻高可能性是知道 那你兩個犯罪的要素達成之後 還有什麼事情 就是是不是有滅證 是不是有逃亡 是不是有其他的問題 對不對 但現在我們看到的資訊 確實第一個證據是什麼 柯文哲當時一個小時不開門 好像是有滅證據 為什麼 因為對話紀錄不見了 那我跟他說 這個是最不聰明的做法 為什麼 因為簡直是在幫檢調畫重點 因為檢調現在太容易 大家了解 你用通訊軟體用LINE 其實沒有什麼秘密可言 回復很容易 真的沒有什麼秘密可言 如果今天檢方有收手票 可以直接去找LINE的師傅去 把你的對話紀錄挖出來 甚至於語音檔等等 甚至於都找得到 所以我的意思 沒有什麼秘密可言 你反而去刪除之後 大家做對比就知道 第一個你滅證了嘛 對不對 第二個有金流的問題 今天我就說 過去媒體已經報導過 說陳培錡是有幾百萬的金流 是不是就僅是如此 我不知道 這金流來自哪 我不知道 但確實這就是要調查的方向 如果我們現在就知道的話 搞不定可以判罪啊 沒有辦法嘛 所以這個金流不明的來向 確實大家應該要去釐清清楚 但第三個是什麼呢 今天當然是有這個 夠竄不同證人的可能嘛 包括你看這個案子 為什麼檢方會提前 就是因為朱雅虎 跟應小偉當時的對話嘛 大家在想辦法說 證據在眼前要怎麼樣去銷毀 或消滅這些證據嘛 所以如果大家現在 確實是有串通之語說 我確實很多的證據在那邊 大家想辦法去消滅它的話 那你是檢方 你不會申請羈押嗎 所以我不是 我可以同意律師說 這個是要很謹慎的處理 尤其是針對在野黨的領袖 但是我覺得綜合考量之下 柯文哲確實是會有被羈押的 一個理由在 我沒有講到在野黨領袖 那是我說的 那是我說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這個案子 在還沒有起訴之前 就要去羈押人都很不好 都很不好